这样穿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Jordan System 23 整体的鞋盒用的还是这种环保鞋盒 首先这双鞋它会附赠给你一副鞋垫 这个鞋垫会比你原配的鞋垫更厚实一些 而且它的这个绒布要更长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鞋款本身了 整双鞋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但是我试了一下 它虽说有很多种的穿法 但是它的这个内靴适配的人群并不是特别广 因为它整体设计的还是比较窄 而且脚背这块比较低的 那么它的外壳其实不用多说了 就是普通的这种一维一体成型 就像cross一样 整双鞋它唯一的透气孔全在脚背处 我觉得它其实可以适当的在足弓这个位置做一些开孔 因为我那天想到一个问题 你如果穿这双鞋在下雨天的时候 它的水是没办法排出去的 除非你是这样 或者是你用脚后跟这个位置去排出 就是你正常穿着的时候 它两侧是没有任何排水口的 那么再来到内靴 内靴我们可以看到前端的这个位置 它也是用到了Move to Zero的一个理念 它融合了很多这种废料 然后在顶端用的是这种弹性较大的编织材料 底部这块它用了一个类似于水晶底的贴片 然后上面也会有很多这种废料进行融合 左手边这个就是它的原配鞋垫 右手边这个是它后来附赠的一个鞋垫 我是觉得它附赠的鞋垫比原配的要厚上不少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鞋的一个上脚 这双鞋我穿了两个穿法 第一个就是这种常规的穿法 第二个就是这种没有内靴的穿法 反正我个人只能接受这两种穿法 至于第三种这样穿 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反正当你内靴穿上去之后 它整体的包裹性会非常非常紧致 反正对于一些脚背高或者是脚宽的朋友 这种无内靴的穿搭方式比较适合你们 或者你就是买大一码 整体中底其实说不上软 这只脚因为有内靴 包括它有鞋垫 所以说它的脚感会更厚实 总的来说这双鞋就是一个便鞋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球鞋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